哈喽大家好,我是倩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视频内容是探店 探到的店铺是小树家 我为什么选择他家说一下理由 因为大家给到我的店铺我都挨着挨着去问了 没有一家答应我让我使用他们的淘宝图的 因为淘宝图人家是有著作权的 让你删视频你就得删 对,然后我都问了一下 就只有他家答应我了 所以我就出到他家 他家的话总共有三个金管 然后四万多万的粉丝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店 然后基本概况的话 他家的价格基本上都在五十块到七十块之间 然后他家的风格我给他的标签有 可爱、学生、元气、日常、休闲 对,我给他的标签是这些 我之前有收到一些小伙伴的私信说 倩哥我在B站上看到一些UP主就内容标题 还有视频框架 基本上和你差不多的 你要不要去和他们商量一下 我觉得是件好事也不是件好事 好事在于有博主有UP主 愿意和大家一起来看店 然后和大家来分享产品的纸量 我觉得是件好事情啊 我希望越多越多的UP主来出的 我不是第一个出这个视频的人 另外说不是件好事的事情 是我觉得 就大家不一定要按照我的视频内容的框架来 都有一点其他不一样的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身材概况啊 就是我的身材呢就是头大肩宽胸大 胳膊系然后肚子大没屁股 然后下半身呢相对较瘦 就是我的腿是比较瘦的 我的上半身呢是一个150斤的人的上半身 那我的下半身的话可能是一个100斤到110斤的下半身 就是一个苹果型身材比较不协调 嗯好啦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一件和大家分享到的衣服就是我身上穿着的这一件啊 就是刚刚和大家打招呼的这一件 这件的价格是69块9我们一定要把价格放在前位 然后再说它的质量什么什么的问题啊 那这件衣服我个人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这一件穿的话也可以 你外面再套一个型毛衣啊 像我的身材的话 这种开山式的毛衣我是搭配不了的啊 只能说单穿或者是再穿一个外套这样 我觉得挺不错的 那这件衣服最大的问题在哪啊 就在于它太透明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比较圆圆胖胖的妹子 那你再穿一件那种打底的吊衫 或背心在里面的话就会有一点难受啊 我就是衣服能手穿一件就手穿一件的那一种 因为会看起来人很用逻 那如果你是一个瘦瘦的小妹子的话 那这件衣服觉得就不错哎 那如果你的身高或者是说啊 你人比较修长 那它的袖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短 因为我是一个手短新人 我有和我平常的同学做过对比啊 我的手真的还比较短比较短 那这件的话啊就刚好考在这 如果你的手是比较长的 可能就到这儿这样 嗯和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们朋友们你们还记得 这件衣服穿的吗 这个是眼影盘点那一期穿的衣服吧 大家有很多人问我 这个外套呢是奶兔星球家的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翻译一下奶兔星球那一期的视频 有详细的和大家分享到这一件衣服 那这一期的主题是小处家 我们把它脱下来啊 然后和大家说一下这一件衬衫 这个衬衫呢我刚买来的时候我就把它穿了 也和大家录视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应该是那一期就是旅行出门戴什么的那一期 我穿到了这件衣服 然后我去到阿兰家 这件衣服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一直吹给我 至少吹了一个月 但是我一直没有出的原因在这儿啊 就衣服一定一定要过水洗了 你才知道它的质量怎么样 那这件衣服的话它就会缩水 缩水 严重的缩水 然后它洗完以后是皱巴的 这件衣服它会变皱 然后袖子这儿啊 大家能看到的吧啊 能看到的吧 它比较短 它比较短 对它很短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手长胳膊的人啊 手长的人 那这件衣服呢就不大适合你 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洗完整在这儿跳舞呢 哎这件衣服就不适合你 那它的面料呢 呃是那种怎么说像做旧的面料 我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我只要买新衣服来 我妈就问我啊你又买新衣服了 那我穿这件衣服 它一点都没有怀疑 它就以为是我的旧衣服 对 这件衣服的面料就是你拿的 你以为它是一件旧的 然而它并不是 然后它的这种过量呢 是类似于雪纺的那种棉毛 很薄很薄的 如果你呢 像我一样啊 就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 是在西北上大学的 那很晒 哎非常非常晒 那像这样的衣服啊 我就 建议你买一件 可以当防晒三穿 因为它呢 呃比较透气 然后呢也比较宽松 你能看到有人说就是 衬衣不适合大兄的妹子 那这件它适合哎 大家能看到吗 我的胸围是98厘米 还有那么多感受到了吗 还有那么多 哎呦没了 终于找到我能穿的衬衣了 这件衣服呢 虽然 指量没有那么好 皱巴皱西的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 买不到衬衣的大兄妹子 我觉得你非常是一样 我老喜欢了 哎 刚刚乱 后面那个片段 我把衣服脱下来 我们接着说啊 把衣服脱掉了 我们来说这一件 这一件是哪一件呢 就是白色的这件T恤啊 它这件T恤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感受到这个白吗 这个白和背景布的白 大家能感受到吗 这不是背景布 这是背景墙 后面的白是日常的白 那这个白是发蓝的 就白它会有色相的区别 那这种白的话 就感觉 年价 对年价 嗯 它的好处就在于 你洗很多水以后 你也不用担心它发火 对 那这件衣服呢 我本来会很担心它的 指量问题啊 就是它会不会起球 像这种棉麻的T恤啊 纯棉的T恤 我就担心它会起球 然而它不会起球耶 它的问题在于 可能你身材矮小的话 这件衣服不大适合你 你可能会参出那种 呃 九十年代八十年代 他们穿那种 HIPHOP的那种感觉 就超级超级宽大的衣服 因为它的袖子 大家能看到吗 它很长 这儿 哪怕头很宽 一般的T恤的话 它收紧的话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它这儿很宽 然后它的下摆也很长 呃 如果你是一个 一米五左右的妹子 我觉得你穿起来的话 可以当裙子嘛 就那种 下体失踪的那种搭配 我穿的话都到我 屁股线那儿了 诶 我觉得 这词怎么那么奇怪 反正就到屁股线那儿了 这件衣服 指量是可以的 我觉得作为内搭不错啊 你要单穿的话 我就不建议了 好像是三十多块钱嘛 我觉得买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 诶 像这种衣服的话 快时尚店的话 九十九 诶 六十九 七十九 八十九 淘宝店卖三十九 我觉得不过分 指量OK的 我喜欢的 呃 就看你的接受范围咯 接下来是这件衬衣 这件衬衣呢 它是这种黄色的 我还挺喜欢的 这种黄就是那种 大白菜 然后除了白菜感以外 叶子的那种活 我不知道大家能可以知道 我这种形容吗 我觉得春天穿的话很搭调 然后这个衣服呢 我觉得 呃 那个 南北分割线以北的啊 妹子就不要尝试了 这件衣服比较薄 如果你作为内穿 我觉得没毛病 但是我不知道内搭 这个黄怎么搭 但是我觉得外穿的话 这个颜色是很好看的 因为它和春天比较搭 因为 类似于那种油菜花的颜色 但是又没有油菜花那么 呃 程度那么高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里面搭个白色的T恤 然后裤子的话 搭黑的搭蓝的 它都是好看的 然后这个面料的话啊 是有一点会挤皱的 但是它价的品语 我是能够原料的 对能够原料 然后我也经常把它穿出门 是我喜欢的风格 诶 就那种BF风 虽然我这个人和BF 一点都不搭 BF 说出词了 BF BF风 BF 暴露了一些什么 BF风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喜欢的诶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 是在西北上学的 或者是在宁夏上学的 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件这个衣服作为防晒三穿 呃 它穿起来不黑色 还蛮透气的 嗯 我可以实名认证 因为这一天 贵阳的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今天好像是27度吧 27度 我的天哪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学校这一天才几度来的 所以这个衣服呢 我觉得夏天也是可以穿着的啊 比较晒的地区 我喜欢鼻心 鼻心 鼻个大心 现在是唯一买到的一件裙子 这个裙子呢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呢 它适不适合我呢 我觉得不适合 为什么这样说啊 大家先看这个片段 就我真的说话的这个片段 诶 是不是挺好看的 呃 感觉还蛮可爱 蛮轻轻的 是吧 还有这种泡泡秀啊 什么的 诶 这种小磨边上面还有五角星的 感觉还蛮适合我的是吧 现在请大家看远景 这个衣服呢 我为什么把它留下来 我觉得可以 露思琳的时候 呃 穿一下 感觉还可以 但是下半步呢 就太像个孕妇了 我穿上去就是一个孕妇装 因为我觉得这件裙子的话 你要是喜欢 它在这个版型还是可以买的 只是说它不适合我 因为我的身材的话 我的肚子比较大 对 就我的肚子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 我有一次去考试 然后我看到过人家 五个月的肚子都没有我 很大 所以我穿的这衣服就特别像个孕妇装 如果你肚子不大 或者你是弥形身材 这个裙子我觉得你穿应该会很好看 它只是不适合我而已 大家去看现在我这个上半身 是不是还挺好看嘛 挺适合的一件衣服 问题是 它就不行 然后你个子可能比较矮小的话 这件裙子也不建议你尝试 它的内打 那个内秤的话到膝盖 然后它的外秤的话 就裙子本身 这个裙子本身 它就可能到我的小腿端上去 那个最初的那个位置一点点 反正还是比较长的 就不建议你们尝试 那还有两件衣服没有和大家上身展现 这两件衣服我已经退掉了 那来先说第一件 第一件是这一件 这件衣服呢 我看到版型 图片上面蛮好看的 我以为是绵码的 我也没仔细看 这个迪伦 到底是什么一种面料 我们平常没有买过迪伦的衣服 然后它拿到手以后呢 就是那种 你们get得到我的感受吗 像 像鸡皮的布 对 然后我退之前呢 我让阿南给我录了一个片段 大家来感受一下 请看VCR 我一定要的是这一件衣服 我觉得它 质量和我在图片里面看的都不一样 阿南是吧 就那个图片质量看起来是棉的 然后它这个质量是那种迪伦 滑滑的 滑滑的 然后那种带绒面的 有点像鸡皮的那种质感 然后上身呢 我穿起来就特别像孕妇 孕妇 我们把屏幕反转一下 阿南你给我穿一个孕妇 能把我脚排的很长的衣服 很长 然后呢 就穿起来特别像孕妇的 超级孕妇的 所以我决定把它退了 太潇洒了太操心 哈哈哈哈 好的妈呀 哈哈哈 你这是那种 这是什么病态玩 看 哈哈哈 哈哈哈 看 把它退掉了 像这样的衣服 你不怕你留着干嘛 穿起来依然很像个孕妇 然后阿南就说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衣服 其实质量倒不是问题啊 主要是它的这个面料很奇怪 也怪我 我自己没理解 迪伦到底是什么样的面料 只是它的图片展示太诱惑人了 看起来是黏的 那第二件我要退的是这个裤子 这个裤子呢 是阔腿裤 阔腿裤 我人太胖了 硬生生给人家把它穿成脑花裤 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长胖了 10多斤 比去年开始出泰店的时候胖了10多斤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我胖了10多斤吗 我穿那裤子 呃 质感还行啊 对得起榨钱 但是我觉得它上面还是有一些什么球袖啊 纳其八糟的 我不太喜欢就直接退了 请看看我退之前的VC啊 来拿着 推远一点啊 现在呢也是我要退的一条 这一条呢是裤子 这个裤子呢给你们看一下圆图 它是阔腿裤 然后呢我穿成了 紧身喇叭裤 来来来阿兰 我们把屏幕反转一下啊 指数由特拍员阿兰拍摄 大家看一下 就就成紧身喇叭裤了 这个裤子呢 面料呢 它就五六十块钱 你要求也不能太高是吧 我觉得 质量呢我穿起来我觉得还可以吧 对得起价钱 但是它拉链呢我扣上有一些紧 没拉 没拉 但是开着的 开着的 我们用卫衣挡一下 就穿不了 它这个是最大马L嘛 我都穿不了 如果比我还要胖的话 你们就不要省下了 然后这一条我也要退掉 退掉 退掉 我要退掉 这一条链子我就退掉了 我呢 VC2回来我们来总结 好了 所有的都和大家上身分享完了 来和大家总结和分享我的这一次购物体验 因为涉及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还是按照本质上面的内容走 第一个问题就是打开是否有味道 我的回答是没有 第二个问题是适合什么样的身材 我觉得它的衣服的话 只要你不是太胖都可以穿 像我的话 虽然你们有些人会觉得受不了胖 实际上我已经很胖了 138斤 但凡见到个人说我都是胖子 对胖子 所以我觉得它的衣服的兼容性还是很高的 我都能穿 只是我部分地方实在是太胖了 穿起来不是很好看 比如说这件裙子 但是这样录给大家还是不错的嘛 那第三个问题是否有线头 线头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还好问题不大 我这个人不在乎有没有线头 只要把它剪掉就行了 你看这种线头 多多少少是会有一点的嘛 不影响 对于我来说不影响吧 衣服过水后是否会变形 衬衫的话 黄色的那件不会 那一件像棉麻质地的那件衬衫 它会变形会缩水 就感觉从L号变成了M号的大小 对它就是这么可不不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客服的态度 我觉得客服的态度很好 客服小姐姐很热情 因为我去问起大家 好几家都说话爱答不你的 这个小姐姐很热情啊 客服态度给它五颗星 然后接下来是有没有起时发货 它发货速度上面好像写的是30天还是45天 截图标在下面啊 我是第16天还是第17天 大家才给我发货的 但是它这个发货地 你我这不算美啊 三天收到 我觉得还行吧 就这个发货速度确实有一点慢 但是人家上面也写了它的发货时长 没得挑 你既然买你就得遵守 但确实比较慢 购物体验啊 满意之处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用到的布尿还可以我觉得 至少绵的不会起球 是吧 然后呢版型也还可以 就是有一些些透 只要我觉得还是还不错的 我觉得是推荐大家购买的 对它家的衣服啊 这种大店里面我还是推荐购买的 嗯 满意之处啊 满意之处就那一件 这些退掉的那个外套 就好奇怪啊 迪伦的 你既然是迪伦 你就应该图片详情 你把这个迪伦的面料的质感给拍出来 但是你图片详情 给了我的感受 是棉麻的 对我觉得这是我不满意的地方 那整体评价 它它的衣服呢 那这次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碳下的这几家店铺来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呃客服态度也不错啊 缺点就是它可能有存在 那个贴标的那种问题啊 不是所有的衣服都是它自己生产的 或者就是说 它从A厂B厂C厂D厂EFG厂啊 每个厂进一点衣服 然后贴上自己的标 不知道它自己有没有审核 我不是卖衣服的 我不太懂 不知道它有没有审核 那一件外套的话 我是真轻不喜欢 那我也退掉了 呃退掉的话 它也及时的给我退款了 客户态度也很好 我还是很满意的 它加衣服平分的话 10分的话 我会比到9分这样 对9分 除了内套我不喜欢 剩下我都还满意的 因为不是人家衣服的问题 是我自己身材不好穿不了 没办法 那其他各个方面 我都还挺满意的 它加这个裙子啊 呃只要你不是很胖 肚子很胖 我真的推荐你尝试一下 只要还可以 诶像这种裙子 我一样在店里面买的话 我们这顶9300 因为我们称呼价还挺贵的 最低也点两三拍 而且是那种没有品牌的那种小店 嗯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一次的看店就在这结束了 拜拜 哦不能拜拜 大家把你们想看的店铺 依然在弹幕和评论区反馈 这一次呢 我就两家店一起买 然后争取一个月 能出到一期这样 不要把那个战线脱得太长 因为大家有时催我 但是我觉得衣服还是要试穿 还是要过水 嗯 拜拜